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地铲除这个眼中钉 并以伊核协议作为突破扣正式对伊朗发起攻势 在短短的几个月 那就将伊朗逼入了绝境 为了尽快实现击垮鲁哈尼政府的目标 美国还要求世界各国都加入到制裁伊朗的行动中来 现在忍无可忍的伊朗终于展开了反击 据媒体报道 8月5日 伊朗军舰借军事演习之名 向附近海域的美国舰队方向发射了多枚实弹 并警告美军趁如果再不撤离波斯湾将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后果 有消息称 在此之前伊朗集结了百余艘战舰 在霍尔木兹海峡 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用实际行动向美国以及国际社会 证明自己有能力对其进行全面封锁 而美国也趁机以维护地区和平为由 派遣了大批的军舰强势 进入波斯湾海域 对伊朗实施何为 据悉 美国似乎真的被伊朗的强硬态度震慑住了 不但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反击 反而暂缓了对伊朗政府的施压 有消息称 在此次演习开始之前 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军官就公开表示 趁如果美国胆敢派遣军舰对此次演习进行讲局 那么他们将会成为伊军的把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伊朗的确是言出必行 军事专家认为 如今双方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一场大战随时都有可能正式拉开帷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